这宗消息是两个小时前的 开始讲之前希望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提醒大家今晚8点在《正向报》会有晚间直播 俄乌战争 今天2月24日就是一周年 一年前 纽约联合国大会 压倒性的多数 现在是 重新讲过这个战争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联合国大会今天 或者昨天 在当地时间应该是昨天 压倒性的多数支持一行谴责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 这个决议 就要求 俄罗斯在乌克兰撤军 应该这么说 和停止战斗 这个动议就是这样 不好意思 我有些事情我也看到 情绪有些波动 所以有些事情说错了 我再说一次 纽约的联合国大会 就有个动议 那个动议就是要求 俄罗斯在乌克兰那里撤军 还有大家不要再打辣 这个联合国大会的动议就是 压倒性的支持 为什么会压倒性支持呢 说一下票数 141个国家支持 32个国家弃权 有7个国家反对 如果你说以国家票来说 就很明显了 基本上就是 绝大多数的国家 都是 叫俄罗斯撤军的 记得就 一定要讲一下 见到这个情况 当然觉得不理想 那就讲一下哪些国家 投气权票 32个国家里面 人口我认为是占多的 这32个国家就是中国、印度、伊朗、南非 主要就是这四个国家 其实有32个国家 但是如果以人口去计算 这几个国家投票 就是占了人口 全地球的人口差不多一半 还有就是投反对票有七个国家 第一个当然是俄罗斯 第二个就是白俄罗斯 第三个就是朝鲜 接着呢 还有就是Eritrea Eritrea 是非洲的 接着还有 马里 尼加拉瓜 和敘利亚 这几个国家 Eritrea的中文名叫做 厄纳特里亚 他就在厄塞俄比亚附近的 好了 有些人就说他还没搞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组字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不要紧 有机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先回来讲一下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富列巴 他 在推特那里出了 文章的 他就说 在 俄罗斯 发动全面入侵一年之后 全世界对乌克兰的支持 仍然是很强劲的 好了 有些网友就说 这几天有点小声要调大声 先 其实 不好意思 如果是小声点 我试下可以再调大声点 好了 阿威就说全部都是收了俄罗斯好处才反对 俄罗斯根本就应该停手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我认为 基本上 俄罗斯 是不会停手的 乌克兰呢 实际上也都是 现在是没得停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就很难恢复得到的 如果不打仗 他根本没可能恢复得到他的领土完整 那 库列巴他还有讲到的 就是这个 乌克兰外交部长 他就说 投票就表明了俄罗斯 一定要结束他的 非法侵略 一定要恢复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那 开这个盘口就没得谈的 一定是没得谈的 那 当然 就是 在维亚纳 就是 俄罗斯的 就是 就是 他的外交官 他讲话的时候 就有 很多代表 离场 就是这些 情况呢 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 俄罗斯是不是很抵死 就是这么说 俄罗斯他是有 合理的安全关切 但是他用了一个 就是 就是 就是战争的手段去处理这个问题 结果呢 就现在 变成了 就 变成了俄罗斯的地方 也是 糟糕的 其实就是 但是为什么 就是 俄罗斯 他又可以 有人可以去 维亚纳那里 就是 欧洲安全组织那里 有个外交官去讲话呢 那么 那么 奥地利呢 他的政府就说 根据国际法呢 他就有义务批 这些签证给 俄罗斯的 因为欧洲安全组织的总部就在那里 但是欧洲安全组织那里呢 为什么我要说这一件事呢 其实是有关的 他们 有几个国家 就是抵制了 这个会议 那就是 乌克兰和 立陶宛 他们两个就完全 是 抵制 这个 欧洲安全组织的会议 为什么呢 他们两个国家都有理由的 因为呢 去这个 维亚纳的 俄罗斯代表团里面 有些官员 其实是欧盟正在制裁的 他就 那么 拉脱维亚 的议员也有出声的 喏 拉脱维亚的议员他就说 在这个欧洲安全会议里面 俄罗斯的存在 就是 呃 就是 房里面 就有只大笨像 Elephant in the room 同时他们就说 就是 俄罗斯 的人可以去参与这个欧洲安全会议 就是一个 就是欧洲安全会议的恥辱 来的 当然 很多人在俄罗斯的官员说话的时候 就抵制了 离开了 不理他 但是结果是没得听的 结果是 没得听 不知道为什么 喏 呃 他呢 他呢 就 恃笑 那些不听他说话的人 重复 一个说法就是说 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就是针对 民族主义者 和纳粹分子的战斗来的 当然 这个俄罗斯当然说 扎连斯基就是一个纳粹分子 他领导这个基辅政府的 那 这个欧洲安全组织他1975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 那他 就是 为什么会有请俄罗斯呢 就是 因为他成立的时候呢 就是 希望 就是 北约和华沙公约组织 不同的国家的关系呢 其实就好一点的 其实就 当然了 现在他的成员国 现在还有 就是 俄罗斯的盟友在里面的 还有 当然很多北约成员国在里面 那么 上年的今天呢 就是 普京大帝就 派了二十几万士兵就进去了乌克兰 那么 根据 很多媒体 还有很多人的说法呢 这个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呢 欧洲 最大规模的 入侵来的 联合国估计是怎样 就是 这场战争呢 最少已经有7200个平民死了 几千人受伤 实际数字呢 可能还会高得多的 其实就 那现在 当然了 你谴责俄罗斯入侵俄罗斯 是不是会真的停手呢 其实是不会的 其实就是 那么 现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来的 那么 香港艺民就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中国呢就 应该理的 直到双方都认为要和谈 其实现在 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 中国印度这些呢 他是 不会表态支持的 也不会 表态 去 反对俄罗斯的 这是现实的问题来的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中国不出声 现在西方是指责中国 为什么中国不参加制裁 其实发展中国家 怎么能够轻易制裁人呢 对不对 那么 天下第一爷就说 查实联合国这些什么差联合公告都是浪费狗气 老俄呢 是不会因为你这次事 这件事而停火的 那么 问题呢 事实就是 俄罗斯始终都是有很多核武器的 就像天下第一爷那样说 去 去 就这个 俄罗斯 那根本没可能 大家都知道没可能 其实就是 那 有些事情是没办法的 现在这样的情况 最好就是由他们打获劲 打到 事情结束了 那麽才算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没办法 双方都不想停的 其实双方都没有 和谈的意图 其实真是很老实地说 就是俄罗斯他说他可以谈 他是可以谈的 你 乌克兰不问他拿回领土就有得谈了 但是乌克兰早就说过他会拿回领土的嘛 其实其实到最后又是没得谈的 其实就 结果根本就是整件事从来都是没得谈的 基本上绝对是没得谈的 朱永生他就说 俄罗斯参加这些会议简直是鸡同鸭港 简直是激化矛盾 是的 但是 现在 奥地利他也是有请俄罗斯去的 因为他有 国际法的义务这样做 因为他们是会员来的 你都没有驱逐他 对不对 哈哈哈 我觉得有些是没办法的 好了 阿威就说 叫乌克兰停 等于当年日本人打中国 也有叫中国停战 有没有可能停 根本没有可能停的 当国土都比俄罗斯佔了那么多 不是很多国家好像中国那么大方 暂时 不收来停战算最尽 但是俄罗斯 想打他 他们怎么打 关我们什么事 但是那个情况就是 有些人在国内就不断说 一定要挺俄罗斯的 其实 就算你挺俄罗斯 有很多原油 就经他的炼油厂 结果就卖了去西方 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的 汪努就说 美国要求被 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去制裁其他国家 这是什么概念 这些就是制裁中国 制裁到你要听我的话为止 其实这些单方面制裁 我经常说 从来都没有用的 其实说真的 美国他想起这些制裁方式 不是那么容易制裁得死一个国家的 其实你制裁是一个表态来的 就是一个政治表态来的 你觉得美国他真的想到 说制裁会制裁到俄罗斯可以收皮吗 当然没那么容易 就是你制裁一个地方 要制裁到收皮 其实 唯一可能就是制裁香港的 就是很老实说 就是香港这个地方 如果被西方制裁的话 大规模制裁的话 香港真的是收得皮的 就是我说句真话而已 所以那时候有些人 说鼓吹西方去制裁香港 我是极度反对的 这些人根本是 都不想想香港是什么地方来的 那些人是 他就说这些是揽炒的 揽炒你就自己先死吧 揽炒是不是 好了 算了 讲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再讲一下 非洲人怎样看 美国和西方国家 休息一会 小时 和西方国家 探索 那么 不 坚持人 很 在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